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就記得有一天 我是不知道怎麼可以 哎呀 你怎麼也 杰棠先也會打 會合一合 我看到一條大路沒什麼 沒有打路的就合一合 我想睡了多久 1 2 3 我想數十下左右 我想了 然後前面的大火車 什麼東西都見在我面前 就在我面前 我想頂龍只是一尺兩尺 嚇死你 我朋友叫他醒來 看著他睡著 看著他睡著 七百萬人七百萬個故事 逢星期一晚8點9至9點9 Judy、Raymond今晚回來 好 回到最後一節的天下足球 今天我們繼續跟大家說一下 有些什麼球彈硬漢子 我們剛才說了一些來自歐洲的大球會 怎麼樣? 魯斌 你要說一個來自中國的球員 鄭智 鄭智是怎樣呢? 我看了這麼久的中國隊 很久之前 就是他們世青盃、亞洲盃、08驚奧 其實都有看過鄭智他們的表現 其實他真的是一個硬漢子 很多人外界就說鄭智 就是中國的球員是殺人 其實我覺得鄭智他們的防守 根本就是要他這樣搶劫 因為他們的技術有限 還有體力有限 那你現在是在稱讚還是什麼? 先說一下吧 你真是很令人誤會 他們知道自己的缺點和外國人有問題 所以他不是說落腳狠一點 其實這是一個外界的誤會 怎樣說他是硬漢 他也可以一來敷衍到自己的隊友 我覺得跟剛開始說的堅尼差不多的效用 你給我感覺好像一個武功高手 他功力不夠靠招式踏救 就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中國球員普遍都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不夠外國人身體天生的力量 問題解決方法就是這個 就是鄭智 是遠不遠 我想可能大家對這個也抱有一定的保留態度 我覺得 還有其實大家球迷最有印象應該是 有一場法國對中國那場球 鄭智是殺了詩詩的 這個叫犯規 那個是矛的 那令到詩詩就踢不到這個世界盃 其實外界很多球迷都把這個責任放在鄭智身上 其實那球球其實鄭智也是用他的方法去攔截 這個就是他的防守方法 他沒有辦法 他怎樣截詩詩 鄭智是中國球壇其中一顆比較突出的聲音 這個無可懷疑的 有踢過英超 他去過查爾頓其實他都吃了很多牌 但我想你說中國球員那種凶狠的踢法 可能就是來自於 或者以往有一位老教練 其實現在就是上海特來士的那位掌陀人 就是徐根保先生 就是搶迫圍 其實是他提倡出來的 也都很大程度上影響了 由甲A年代開始的中國球員 一直到現在 甚至乎有很多去中超賺食的外援球員 都會覺得 當他們覺得中國聯賽的水平沒有滲滲滲滲的時候 就會說 那些球員 特別是國內的球員 會比較著重那個凶狠的拼搶 但是似乎在技術屬性那裡來說 暫時還是比較低的 有待發展 鄭志其實都是一個 因為他在外國踢球 踢完球浸過洋水回來 其實都可以給到更加新的思維 那一班在國內踢球的隊友們 有一個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我覺得范志毅就更 這方面的領軍精神更出色 當然是Dong Fit的年代 甚至乎李偉鋒 現在還有天津太太 李偉鋒在愛華頓下場的機會比較少 那你不要計算愛華頓就可以了 如果要計算就算李鐵 李鐵 李鐵又不是那一隻了 李鐵真的不是李鐵 他的名字只是 但是說起李鐵 他是全英超 或者歐洲有數據 是他跑步的動量 他距離是超越了歐洲球員排排的頭幾位 是 曾經 他踏足夠 勤力踏足夠 因為技術真的差很遠 李鐵真的 他在愛華頓也曾經 保持一段時間上陣 算是這樣的 半季度 差不多 差不多 但是也不夠老孫離開 或者再早一輩的 假壽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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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後防球員 都去到南斯拉夫 那時候還是南斯拉夫 找食 假壽傳 好像去過JLIP找食 假壽傳 一時之間我真的不記得了 去過南斯拉夫找食 我記得 再推上兩三代的 還有一個慈尚賓 如果大家老一輩就記得 中國被利用智行的年代 那時候幾個 包括現在你在廣東體育台 和何輝拍檔的陳希榮老師 慈尚賓那些 古廣明 古廣明又再後一點 那班都很硬 那班 OK 中國的又講完 日本有沒有呢 Billy 如果我講葡王紅傳 大家一講葡王紅傳 第一個想起最深印象是誰 福田正博 是啊 我看你好像 葡王紅傳 我想起你打 巴自和 那時候 打機又用開 打機的時候他最常用開 其實那時候 福田正博 是由 由蒲王傳 未正式職業化之前 已經一直踢到 他是蒲王傳 上了軌道 還經歷了降班 你這樣講好像沒有什麼特別 但其實 他正正就是那種精神領袖 那類型的人 是 那有什麼經典的事例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除了說 隨著球隊降班之外 當然就是 其實他其中一個最多的紀錄 就是 他有一個叫做PK職人 或者Mr.PK的稱號 PK PK在日本來說 就叫做Penalty Kick 就是射十二碼 周圍都不斷叫 不是日本都不斷認爲 PKPK 即是他是一個專門射十二碼的球員 哦 佩子手 對 準成度是否達到100%的 不知道 但是他也算是有紀錄以來 射得最多十二碼成功得手的一個球員 他總共射入了26個十二碼 你記得JLead初時 他打和的時候 決勝負要射十二碼 要決勝負 這些時候 福田正博就是最適合他 就是他出場的時候 不止的 他初出道的時候 已經有一個很搶眼的入球數字 他在當年 其實他還不是職業化的時候 還叫做三菱重工的足球部的時候 當時還在踢日本的足球聯賽 JSL月祖聯賽的時候 他已經在26場聯賽當中 射入了36球 哇 平均一球多一點 一場面一球有多一點 是啊 所以令到他可以 在1990年代 都可以迅速升級到JSL的甲組 而後來 在1995年的年代 他甚至 以這三十二球 拿到這個日積的神社手 其實很老實說 你不要算西甲的美斯斯斯朗 那麼誇張 或者以往葡萄牙的 你說踢波圖的茶道 那麼誇張 你說一季射入三十球 哪個聯賽都是很厲害的數字 是啊 甚至他其實說 他是很努力去爭取每一個入球 之餘 如果大家記得 初時 是龐鴻轉前鋒的組合 除了福田正博之外 還有江野阿衡 哦 他跟他 兩個都非常速度高的球員 也是在兩邊的邊線 令到後防都很容易失預算 說回江野阿衡 其實他當時九八年第一次入世界盃 那一球 正正都是靠他才能入球 將日本帶入世界盃 還有他曾經有兩年 都直接出過國際賽成十五次 即是九三年和九五年 都分別出過十五次的日本A代表賽事 其實以本土的球員來說 都相當罕有 甚至在1995年 亦都憑著這三十二個入球 得到亞洲足協的最優秀選手上 嗯 即是這個可以叫做上兩代的球員 是啊 不止的 甚至現在他 即是他現在退了下來 他在這個球壇都非常有影響力 他曾經在2008年 都繼續以這個 Mr.Ratchel的稱號去做這個教練 去貢獻師弟去提升 其實蒲鴻鑽鑽 都有今時今日的光輝成就 其實福田正博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我真的以為你也有今天 很難說 日本有很多的 日本有很多這些 精神領袖型的 拼搏精神很強的球員 如果近代的你會選誰呢 明古百瓶有一個 我會說不出個名字 田中鬥利王 哎 中 田中鬥利王其實也是近兩季才在明古屋 去踢的 其實他之前都是 都是紅轉的 是的 他曾經都是在蒲鑽鑽鑽鑽 但是當然他 他最當打的時候 尤其你可以說在蒲鴻鑽是最當打的 因為他在蒲鴻鑽效力表現相當好的緣故 他亦可以入選國家隊 甚至你也見過史杜高義的部署 他可能中堅變成中鋒 因為以前看日跡蒲鴻鑽鑽的時候 他很多時候一個人衝上去 一個人扭上去投錘射球 他後襟上去的角球 很有盧斯奧的感覺 有可能他在巴西大 所以有巴西中堅的技巧 很喜歡扭球 日本還有另一個 中澤有二算不算是Billy 中澤有二是一個中堅的球員 我有些朋友甚至叫他做日本西里哥 西里哥 他這個球員除了身形比較高 我看過精華片段 也看到他跟其他日本球員相比 都是高了一大折 他投錘也挺好的 沒錯 他防守的能力方面 日本國家隊來說都是無容置疑的 所以他也有相當多國家隊上陣的機會 大家都很深刻印象 在一零年世界杯 他都有出現過 好 這個時候我們又說完一些球碳上的硬漢 不過我們始終覺得 總結一下 這一類型的球員 特別是歐洲各大球會來說 似乎在國際球星的類別來說 越來越少這種球員出現了 這個可能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 我自己反而… 那個踢法上不是再偏重這個個人化 那個需要 我覺得啦 我有想過 其實我覺得是真的淺害了球員 因為運動是一個精神 足球是一個精神 現在很多球員向淺看的話 他對足球的開心 或者踢足球的理念已經沒有了 所以他無法發揮他應有精神 那你怎麼會踢 會有一個心 這是我自己的想法 相反 其實現在日本反而有這件事 因為很多日本的球員 就算真的被球會棄用 例如甲組會棄用後 他們寧願去越組會 甚至去JFL球會去踢 都是爭取上陣的機會 想翻身 或者其實不是甚至翻身 而是想繼續享受這個足球的生態 就是為著踢球的狀態 你只要看三浦之糧 中山雅史 那些全部都是這樣 OK 好 我們講完這個球壇硬看之後 講講將會下個星期 將會展開世界盃的外圍賽 首先我們先講講南美洲賽區 南美洲賽區這個星期 十三號已經有了一回合的賽事 比如說比較重心的 亞近平對烏乃貴 另外有哥倫比亞對巴拉圭 也是比較小軍力敵一些 玻利維亞對秘魯 還有鴨瓜多爾對越智利 現在其實南美洲賽區 大家知道因為沒有巴西隊的關係 只有九支球隊 打了十六場的賽事 甚至是對其他八隊 主客循環制 主客賽制 現在令你猜不到打了七場球 巴拉圭是排包尾的 只有四分 這支連續五屆打入世界盃 決賽州的這支球隊 看來現在這一刻 面對一個很大的困境 特別是今屆 因為沒有了巴西隊 有四個半的出線席位 排尾的還有玻利維亞 也是四分的 我相信大家會認為 阿均廷 烏拉圭 這些會出線比較熱門的球隊 接下來就是阿均廷會對烏拉圭 你可以算是這一組最強的兩支隊伍的對碰 美斯 迪馬尼亞 大戰鬍 雷斯 卡雲 這場球都挺精彩 對 這場球 大面上也是 我覺得也有些歐聯味道 是嗎 歐聯味道 為什麼呢 因為有美斯 有很多在歐洲賺錢的球員 都抵迫他的國家踢 其實巴拉圭他的榜尾 都令我挺驚訝 其實是呀 挺令人猜不到的 有錢德甲射手現廣州恆大的巴利奧斯 為什麼都可以弄成這樣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他都不適合 巴拉圭一來不適合 因為他是廣州恆大 沒關係 有個小道消息 巴拉圭沒有了美女做打氣 你機尾 去到世界盃的時候才出現 現在他不進世界盃怎麼出現 外圍賽的味道開工 現在就要早些開工 拉多些姊妹來 要留意一下 紐維爾舊生的 麥斯洛迪股斯 回去踢這個 你說除了前鋒線 還有希古恩 亞古路那些都在 另外有馬天尼斯 效力過年泰斯 效力巴格 那些都在 整體上 其實你說 阿根廷的陣 又挺齊全的 加高 迪馬里亞 那些都在 佩雷斯 那些都在 那些 後防方面 還有 這個 又是一個叫做 洛迪股斯的球員 這個就是效力小寶加 近年來在 阿根廷國內都是 非常受到讚譽的 後防球員 加雷 現在在踢奔菲加 薩巴列達 孟城 都是大家比較熟悉的球員 我想這一場球 就會比較多人留意 以南美洲的賽區來說 要不要說非洲 不如說歐洲 我想非洲會比較少人注意 歐洲的世界杯外圍賽 第一組 一共九組 第一組 大家都打了兩場球 蔡爾維亞有四分 比利時也有四分 克羅地亞也有四分 這三隊排頭位 接下來的10月13日 蔡爾維亞會對比利時 這一場都幾 現在叫做的綁手大戰 幾關鍵 好像多了很多比利時粉絲 對 哈薩德 哈薩德 比利時 其實現在很多球員 在英超找瑞拉比利時 都會令到很多球迷 更加關注比利時這隊球 其實都可以 其實在我近排行波山譜 都看到又比利時的球衣買都開始 哇 很難買到 其實比利時自從國家隊 對 比利時的球會 比利時的球會 比利時的球會可能更容易找到國家隊的衣服 暴魯日 烈日標準 安德烈志 這些名字都來過香港 比利時都打了很久了 自從史詩庫之後到現在都很多年 都對 其實自從史詩庫的年代 因為他沒有再有天才的球星產生過 現在這一代 我覺得有點像九十年代 尚未開始的法國隊 突然有一大群很厲害的人 同時間湧出來 前 中 後 都有 但是我又怕是像葡萄牙 葡萄牙那時 黃金一代 我可以分析到你 葡萄牙黃金一代的時候 其實都是可以叫做頭重美輕 不是 就是美輕頭重 對 中前祥很強 中前祥很強 但又沒有中鋒 沒有正式的中鋒 柳勞高美斯都還被人說到現在 還在踢 保列達 拿個法甲神射手 去到國家隊不知所謂 反而是前鋒那方面不行 但你看到現在比利時 就叫做三線的球員 我們看到都會有一些重心人物 比如說夏薩特 中場有位數 後房有金賓尼 費拉尼 華美倫 但是我覺得現在比利時 大約看過幾場球 我覺得他球員技術是好 但是他的合作性 始終是差一點 就是太個人化 郭志維正居多 你前面那些夏薩特 又是自己拿著球自己去 是啊 每個人拿著球自己去 合作性是差一點 到現在還未再上一層樓 我覺得這是原因 其實我發現了 有了一個彥濤分的馬頓馬田斯 近來都是很合適的 不過我覺得A.A.剛才較早的時候的說法 比利時這班人這麼早就跑出去找銀 某程度上 這個心態都是有機會變的 其實我看比利時 其實他的球隊很多都是在非洲移民去比利時 其實我覺得比利時現在來說 可能迫年輕的球員兵員 可能不是什麼問題 但是他每個球員的質素 是不是也有去到夏薩特 盧卡古那些質素呢 其實都要期待一下 其實現在你看到 個個在大球會都不是說做四 但是下一代就還未知道 都是看什麼心態 現在這一批已經接到力 都二十多歲還可以踢到兩三屆世界 希望他們還有進步 默契各方面 就是這一屆世界盃 或者下一屆的歐洲國家盃 都可以期待一下比利時 蔡爾文雅對比利時 就會是這個週末的賽事 十三號 其實香港有沒有世界盃要檢查 有些有直播 好像少播了很多 暫時未知道 為什麼會這樣 都很多好球體 第二組的賽事 意大利那組 意大利兩場球有4分 接著是寶加利亞兩場球有4分 很喜歡寶加利亞的意大利 不知為什麼 好朋友 接著是亞美尼亞 捷克丹麥 馬爾他 我估計丹麥打了一場球得1分 可能有機會也會蓋上來威脅一下意大利 接下來就會有一場亞美尼亞主場 對著意大利 捷克對馬爾他 寶加利亞就會對丹麥 我覺得寶加利亞對丹麥這場 會是今個禮拜 這輪賽事的這一組 第二組會比較重要 越搶分 丹麥也挺慘的 踢完對寶加利亞 然後還要再對意大利 可以這樣說 KB說得對 就是賽程有少少不利 其實他一開始第一場 都叫做對著捷克 又是老對手 歐洲國家盤 最強的三道 對手 歐洲國家盤 又不是跟一組 但捷克也算是跟他們的實力比較相近 這一組他們也挺多勁敵 丹麥就看能不能 現在湧上來的那群天才也不夠多 講的艾力神也不是太有表現 OK 去到第三組 就是德國那組 德國就叫做兩場球贏了六分 其餘 瑞典、愛爾蘭、奧地利國打一場球 3-3-0 接著哈薩克和法洛群島 我想大家不會太重視他們了 接下來就叫做德國作客有個豬頭骨 很快 10月11日就會對著這個 愛爾蘭 愛爾蘭 沒有問題之之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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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問題 意思是 決手和也夠 對 13日對愛爾蘭 但是後防跟人跟得實在太不緊了 這個 不知道他是輕敵還是什麼 也可以這麼說 因為奧地利有九個球員 在德格搵食 被譽為 半隊德國 對 德國後備隊 對 都頗厲害 摸通你的路 這一組其實就 沒什麼特別的事情可以說 你說奧地利可不可以重上 跟著德國做弟弟的地位 在八十年代的時候 德格真的是黑馬 奧地利那群球員都在 德格的中下游 這群球員多 瑞典 瑞典還是靠 伊巴希莫為前面 艾文達 那群 後尚 斯巴斯坦拿神 出球的傳送都很重要 我們說說第四組 羅馬尼亞那組 羅馬尼亞那組 現在兩場球和荷蘭一樣 兩戰都六分 匈牙利兩場球三分 土耳其兩場球又是三分 土耳其兩場球又是三分 好 陷下去今個星期 荷蘭沒有對手 對著安道爾 土耳其對羅馬尼亞 這場會一場硬仗 一定會 有一波一定要看 荷蘭對蘇利 荷蘭對安道爾 沒有人 不是 就是 炒了9比0 11比0 多數都是 荷蘭會出場 會試陣 會試陣 但荷蘭是不是沒有了 阿斌過 是呀 還在上 沒事 用新人上 都沒有 荷蘭比較多新人 連迪職那班 我們看看名單 其實上一場 雲高爾已經用了很多新人 特別是後防 威廉斯 歐洲國家盃的時候 已經有上陣 連迪職華維亞 這個 華 華維亞 另外 恩迪 菲燕 幾個新人 全部都選進去 不是 華里亞 這個又不同 這個就是阿士東維拉 上屆也是打菲燕 不過他在歐洲國家盃的表現 被人看得到轉身會比較慢 繼續中場附贈 這個史杜特民 荷蘭隊 可以說攻擊力來說 不會太大跌架 不過後防用這麼多新人 就是比雲高爾的一個 現在他用這個世界杯外圍賽 來做這個史金石 他對這隊安道爾 其實有可以測試這班年輕球員的空間 對 都可以試一試 安道爾 如果你這班年輕人 你對安道爾都搞不定 那你還怎樣踢荷蘭隊 再對其他強勁的對手呢 我經常有一個預感 就是雲高爾 但是荷蘭隊 未必能完成到整個世界杯外圍賽 有些人事問題 但是他的基礎就打定了 然後有益夏加 夏加可能是 會不會希丁克又回來 不是啊 希丁克和麗斯玩得很開心 找巴士頓又回來 玩來玩去幾個人 也要講講第五組的賽事 瑞士、冰島、阿爾巴尼亞、 塞浦路斯、羅威、斯諾文尼亞 以牌面來說 最令人感到沒有胃口的就是這一組 都要輕輕講講 瑞士兩戰兩勝有六分 分別贏過阿爾巴尼亞2比0 也作客贏了斯諾文尼亞 又是2比0 這一組 瑞士 我想一些當紅債司雞 費爾 或者是薩基尼 蘇馬 在後面頂住 這一群人會是一群 年紀比較輕 但是也沒有升級的球員 瑞士、希斯菲特 看看帶領成怎樣 好 時間關係 馬上講第六組 有俄羅斯、葡萄牙、盧森堡、北愛爾蘭 阿塞拜疆、以色列以下 就是現在各打兩場球之後的排名 全部都一分 除了俄羅斯和葡萄牙 各有六分兩戰兩勝之外 但葡萄牙就擔心斯朗的傷勢 沒事 沒事 均衣射了 可以預期上陣 預期報道你已經 俄羅斯主場 今個禮拜的賽事 俄羅斯對葡萄牙 這一場我想都頗關鍵 預期中都頗好看 其餘到下一回合 到17日 葡萄牙就會對北愛爾蘭 俄羅斯就會對阿塞拜疆 這兩隊熱門球隊都是主場 反而是今個禮拜這場試氣球 六分 現在這一組這麼快 六分帶出來 我想都很穩定 不過有一件事 我提一提大家 葡萄牙打分組賽 表現作客是嚇死人的 對阿 他又去到附加賽 又贏了 對阿 剛剛好 不確定要期報 到拚命的時候 那些球員就要拚命 永遠都是這樣 沒得說 再一點時間 我們再說完 第七組的賽事 波斯尼亞 兩戰兩勝 希臘也是 各有六分 然後是斯洛伐克 立陶宛 拉脫維牙 歷斯敦士登 好 接下來希臘將會對著波斯尼亞 又是現在 大前兩隊互相困 這一組比較有看點 門波 對 鬥手 之前跟大家分析過 在歐洲國家盃的時候 希臘擺出來的陣是433 還是靠辛馬拉斯 是 這個領隊山道士 一個巴西人的名字 他擺出來是433 但是這麼防守性的433 大家要欣賞是希臘才有的 有幾個球員 深馬拉斯 利尼斯 看看能否擔大棋 波斯尼亞 有很多好波斯人 伊比斯維 沙力賀維 在德國 賺吃居多的球員 還有 效力拉斯的勞力 那一群比較有質素 波斯尼亞還有一個你沒有提到 波斯尼亞 還有一個你沒有提到的 波斯尼亞最好波 迪斯哥 喔迪斯哥 好 那去到第八組 第八組的時候 多害怕 其實這麼多球員 大哥你實在問我誰 都要想一想 第八組又是一個老冤家 黑山英格蘭 大家都兩場波4分 然後波蘭又是兩場波4分 其餘的烏克蘭聖馬利諾和摩爾多亞都得1分和0分 不過要留意就是烏克蘭打了一場 聖馬利諾也是 但聖馬利諾打幾場大家都不太介懷 沒有分別 這隊不是第一位 真的沒有分別 沒有分別 這個在意大利中間位的一個小國 接下來英格蘭會對著聖馬利諾 沒有影響 泰利不上一陣 應該不會失球 我想這場不應該失球 應該要解決 應該沒有問題 雖然沒有那隊最好球的中堅 在英格蘭 卡希爾 卡希爾 卡希爾打離史角 職機卡 職機卡 如果敢用正選找梭高斯也可以 梭高斯反而可以試一下 我正想說 這個賭博 因為他太無運 經常進入國家隊 然後就傷了 沒得踢 那就是他先拜神 一來要拜神 還有就是一直以來 效力的史獨成都會因為這樣 而拉低了一點印象分 他OK 很不利 我很想他在一些國際賽事 讓你看到他有多少資料 我不是說他很有資料 我都不知道他打國家隊會怎樣 你讓他試一下 他有前途還有機會轉會 他遲些打得好 一定會 我覺得他現在真的沒有人 總有他的機會 英國隊現在很有趣 龍門 中堅這些以往 隨手可得的 上街人才的位置 現在反而是沒有了 不知道 好像輪輪出現 一堆就沒有了 組合特之後 有誰讓你放心 會是這樣 多 但總是覺得 還未夠國家隊的層面 那些球員 接下來 英格蘭對聖馬利諾 波斯尼亞 在接下來的 不是 黑山 在接下來的回合 有一場作客對著烏克蘭 就是10月17日的回合 這場也是實力比較接近的球 第九組 哇 真是法國西班牙 格魯吉亞 芬蘭 白俄羅斯 講完吧 法國西班牙已經夠了 那三隊不用講 其實很老實講 以歐洲的層次來說 格魯吉亞 芬蘭 白俄羅斯 都是一些比較有實力的二流球隊 白俄羅斯 其實以巴迪的一群球員為主 就是欺比 就是欺比 欺比那群 對 你不是看死我去 因為他曾經幾次文效力過 才有關係 所以才有留意 難怪這些 平時看球員也有數據可尋 對 要找數據 上很多網站都找到 不過這三隊球對著法國西班牙 真的是 差太遠了 沒辦法 即是不能威脅 打把 OK 首先西班牙作客 因為他們打了一場 先作客對白俄羅斯 另外就是格魯吉亞 將會有兩場賽事 都是作客對白俄羅斯 和芬蘭 要數勁抽 去到10月17日 就是西班牙主場對法國 大家還記得 在歐洲國家盃 引發一場史上最沉悶的比賽 正正就是西班牙對法國 這場應該好像八強 八強應該幾多 這場外圍賽應該不會沉悶到哪裡 因為大家都在聯賽進行期間 大家都很健康都會拚命 這個理由我 這個理由比較適合 但是我覺得 是不是都是這兩隊球的 大家拿一分就算了 沒有必要撼啊 如果拿一分 那不就有人被懷疑打架 當然要拚命 哪有可能這樣罵 當然是以防守為原則 不失球為原則 10月17日那場 西班牙對法國 我擔心而已 你說我幾人休天也好 怎樣也好 又來一場換球 真是 真是不知道哪一場 有得播了吧 應該有 其實看看香港有沒有台球 香港有沒有台球 不是說香港有沒有台球 就是香港 這是香港 我知道 國際賽期 世界的外圍賽 亞洲區還有 首先A組 南韓三場 有7分領先 然後 伊朗三場 有4分 卡塔爾三場 有4分 黎巴嫩四場 有4分 烏茲必克三場 有2分 好 數字不要記住 南韓目前是領前的 接下來 重頭戲 10月17日 伊朗會對南韓這一組的賽事 會比較重要 隨時就會衍生 其實每組出線兩隊 都可以這樣說 南韓都頗穩陣的 我自己覺得 他們在這一組 出慣線 亞洲區 沒有辦法 另外日本 在旁邊那組 B組 已經4場球有10分 緊絕技巧 約旦伊拉克 澳洲 亞曼國打了3場球 4-2-2-2 澳洲得2分 打了3場球 真是沒想過澳洲 澳洲 沒有想過澳洲會踢得那麼差 輸給約旦 作客那場 最後才追回球1-2 OK 過去了 要急起直追 一些分數 澳洲將會作客對著伊拉克 以他們上一手對著約旦 都準備成這樣 這一場 不是太樂觀 另外日本在11月 沒有 日本去到11月 現在這個回合是沒有的 有儀賽 有賽對巴西 謝謝 另外B組是亞曼對約旦 就是這樣 B組暫時沒有強強對壘 除了澳洲作客對著伊拉克 會比較大家需要留意之外 OK 今天的節目時間 說了很久 我們又來到這裡 下星期二的天下足球 再和各位見面 拜拜 拜拜